画面上是市政府在联红社区成立都更工作站的现场状况 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进到工作站就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当地民众对于市长与市府团队来协助社区进行都更的推动速度感到非常满意 我们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 然后直接在我们联红社区住点开设都更办公室 直接的面对我们这边的住户 我们住户都非常感谢谢市长说到做到就马上行动 有啊就是这次其实也蛮感谢谢国良 谢市长 他其实在短时间之内他就已经想要找办公室 然后这个办公室的成立我觉得对大家的住户已经打了一个强心针 本来是想说我们这个应该是已经胎死腹中了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办公室的成立的确给我们 就是当地的居民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是有成功的希望 我的感觉是说 透过市政府这一次那么积极 让我们的住户大部分都有感 透过他们的推动 长期在这里跟住户沟通 让住户很多的疑问能够有所解答 是对都更是有帮助的 最近地震又那么频繁 所以说大家都会怕啦 不要说不怕啦 最近地震频传大家都非常关心基隆市都更的问题 然而我们也要跟请中央帮忙 我们现在的海沙屋的奖励 容积的这个奖励远低于台北 是不适合这个基隆来做这些都更奖励的 更何况基隆的房价也比双北来得低 但是我们都会继续的努力跟中央来争取 然后也透过都市计划 都市审议来增加基隆的一个都更的诱因 从现场民众热烈的参与气氛 可以感受到这个联红社区的凝聚力相当浓厚 尤其近来地震频传 大家对于围老都更的共事加速凝聚 相信这个联红社区的都更工作站示范点 非常值得各界期待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